依修至死不知 滴血认亲时 皇上为啥先给其贵人一耳光 真相扎心 喜欢甄嬛传的人 想必会跟我有同样的疑问 甄嬛传后半部分 冥冥战上风的皇后 为什么会被甄嬛堕垮 还输得一塌糊涂 依修心思缜密 段位极高 是如何从稳赢走到一无所有的呢 从权谋能力来看 皇后和甄嬛不相上下 借刀杀人 挑拨离剑 一石三鸟等计谋 皇后和甄嬛都用得游刃有余 加之 太后这个后宫最高级权力者的扶持 皇后比甄嬛更胜一筹才对 然而 皇后却输给了甄嬛 滴血认亲时 皇上为啥先给其贵人一耳光的原因 一休至死都不知道 真相太扎心 首先 皇后是极尽所能地对盟友打压和防备 比如安令荣每次世寝后 都要按她要求喝地孕药 赏给其贵人红色香珠 用甄嬛的话说 跟着皇后是正不到出路的 因为生不出孩子 滴血验亲之后 皇后当惨败 事后其贵人被处死 看着其贵人的尸体 皇后冷冷地问安令荣 知道她为什么不得好死吗 她太不中用了 皇后之所以对安令荣说这番话 是因为她知道安令荣 诡计多端不好控制 想让她更听话更乖巧 可是皇后小看了人的复杂性 她但凡对安令荣好点 安令荣也不会再死的时候 故意透露皇后杀了皇后 这样的关键信息给甄嬛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分享你的观点 点赞并添加关注 让更多人看到 其次就是失去了太后这张好牌 遗修拿到了三阿哥抚养权之后 太后好心好意劝戒她 但是她呢 居然都敢跟太后顶嘴了 传来甄嬛回宫的消息 遗修把手伸到了太后宫里 想通过一起火灾强行让太后配合自己的微月焰冲月计划 保护了遗修这么多年的太后 忽然觉得心脏是白凉白凉的呀 紧接着遗修又投毒了四阿哥 太后一看 不得了了 再压制不住 这紫禁城就容不下你了 至此太后对遗修的盲目袒护 到此结束 遗修也正式地失去了太后这张牌 紧接着就是大家看到的甄嬛回宫 这是太后用来制衡遗修的手段 最重要的一点是皇后算漏了皇帝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 皇后既不懂男人也不懂皇帝 作为男人 皇帝绝对不能允许自己众目睽睽之下被律 而皇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男人身份 更重要的是皇权的象征 而皇家最看重的东西就是体面 齐庭撰告甄嬛思通温太医一事 皇后并没有私底下找皇帝说 而是当着后宫众人的面要滴血艳亲 如果真的坐实了甄嬛和温太医思通 不但给皇帝的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还等于是昭告天下 皇帝被绿了 所以皇帝刚进来时 齐庭冲上去告发 皇帝什么话都没问 对着齐庭就是一个大耳疤子 皇上知道地齐贵人的脑子 是想不出这个办法的 也没有这个勇气 背后必定有人指使 在后宫中只有皇后有实力 所以说这一巴掌也是打给皇后看 如果查不出个所以然 那么后果很严重 从此时的形势来看 甄嬛才是更害怕孩子暴露的那个人 而皇后则不是 自己稳稳地坐在皇后的位置上 强行跟甄嬛斗 万一失败了 自己皇后的宝座 可不一定能保住 那么为什么皇后 还硬是要安排举报甄嬛呢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皇后在控制 而是甄嬛自己 自从在甘露寺怀孕 被皇上接回宫里 所有人对甄嬛的清白 就抱有怀疑的态度 特别是明面上 孩子还早产了 更是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 有了可以想象的空间 谣言就是真真假假地掺着说 才更加有可信度 时间长了 甄嬛也怕皇上会开始怀疑自己 特别是皇上本就多疑 安皇后自己也跟皇上讲过 说宫中针对甄嬛的流言很多 还被皇上训斥了 皇后有心想要通过流言 来影响甄嬛在皇上心中的地位 而甄嬛也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两个人的计划不谋而合 只不过皇后心里的盘算甄嬛很清楚 而甄嬛想的皇后就不清楚了 所以皇后在宁 甄嬛在暗 看着剧情像是甄嬛被皇后算计了 其实是皇后被甄嬛算计了 皇后提出滴血艳亲 这一招看着像是彻底打在了甄嬛的软肋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 甄嬛知道一旦滴血艳亲就会彻底暴露 这时端妃皱着眉头看向了甄嬛 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于是站起身来对皇上说 这法子断不可行 皇上龙体怎可损伤 别人都在争该不该滴血艳亲 这样有伤皇子的生育 可是事已至此 不艳是不可能消除皇上的疑心的 端妃这句话表面上看似对皇上情深义重 不愿意龙体有所损伤 可实际上是在提醒甄嬛 龙体不能损伤 你可以想别的办法 端妃的话 甄嬛显然干到了 既然皇上一定要艳 他提出不能损伤龙体 让温太医与红瞻艳亲即可 虽然皇后在水中做了手脚 但温太医确实不是孩子的父亲 即便血液相隆 也很快让甄嬛找出了破绽 最后扳回了这一局 滴血认亲这出戏里 端妃最后这句提醒至关重要 若没有她的提醒 甄嬛慌乱之下 未必想得到让温太医来艳亲 七贵人开始狡辩 皇上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 可惜贵妃与温是出有私 三人皆是见证 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 绯闻也出来立正 还拉出静白 宁贵人打断 静白师父这句话 足以让天下出家人 为你羞愧而死 甄嬛的妹妹玉绕出现 姐姐 你这么晚还不回宫 我可急死了 玉绕 她比甄嬛更像纯元 梅雨间还有华妃的英气 皇上看的眼睛都直了 玉绕的这张脸 一下子俘虏了两个男人 一个是顺贝勒 一个是皇上 玉绕看似和低血厌亲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她因为好看的皮囊 已经隐形地成为了 牛骨路甄嬛的神助攻 此时莫言出场了 她细数牛骨路甄嬛 在甘露四寿的种种苦难 这是铺垫 最后才对私情做了澄清 假如没有前面吃苦的铺垫 后面私情的澄清可信度 就不会太高 皇上心疼了 萱萱 委屈你了 此时的皇上是真的心疼 牛骨路甄嬛 不管是牛骨路甄嬛 还是她团队中的人 都有一种能力 那就是唤起皇上 对牛骨路甄嬛更多的怜爱 心疼 宠溺 滴血认亲彻底失败 皇后跪地求饶 说我已经是皇后 没有必要陷害西贵妃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就是杀手捡的端妃 她直接接话 对啊 你已经是皇后 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这是那种雍正听到后 都会驳梗发凉的狠话 皇后想要扶持三阿哥取代阵 担任皇太后 甄嬛外惨对皇后 臣妾一向敬你是皇后 处处里竟有加 不知哪里得罪了皇后 竟遭如此灭顶之灾 宁平继续煽风点火 若游的此人在后宫兴风作浪 后宫无宁日 每一句都瞄准了雍正的痛点 于是 当皇后蹭纯元皇后的热度 为自己垫白时 雍正灰心地说 震道真希望 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 皇后有做局的头脑 但她真的没有思考清楚 如果甄嬛自证清白 她该如何应对 带领一群猪队友 对抗甄嬛的王者之师 却没有做好应对方案 皇后的做法 就像个拿出全部身家 去豪赌的赌徒 赢得起输不起 端妃的存在 证明皇后有天然的短板 她没有团结优质 盟友的能力和智慧 她选中的打手 齐廷和安令荣 都属于二三流选手 而甄嬛拥有端妃 这样的一流助攻 端妃愿意帮甄嬛 也是因为甄嬛是个 互利共赢的人 之前在和华妃一态的争斗中 看似是甄嬛赢了全局 可端妃却也落了十在 有了女儿傍身 甄嬛把威仪公主送给了她 大家也千万别以为 端妃就是什么大善人 剧中的她尚且心机深沉 原助理她只会更狠 因为素喜是她的人 端妃和华妃的仇怨由来已久 起源于一晚被皇帝 和太后默许的小孩隔屁药 端妃想除掉华妃的心从未消散 她所计划的阴谋 是将包括皇帝太后甄嬛在内的 所有人都算计了进去 原著和剧版的华妃 一直都是敢做敢当的人 可她临死前 就是不承认火烧碎玉轩的事 尽管郭最终还是栽在了她头上 但这整件事全是端妃报复华妃的谋划 火烧碎玉轩是华妃下线最致命的一击 后宫的女人 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 如果不踩着别人的鞋往上爬 就只能成为其他人的垫脚石 被肆意践踏 不得不说 甄嬛这边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端妃聪明 竟非真挚 宁贵人厌世又果决 新贵人则是捕刀小能手 而且几人配合密切 言之有误 也为甄嬛反击争取了时间 反观皇后这边 只有麒婷在孤军奋战 安令容偶尔插几句 也想明哲保身 皇后更是想把自己贴得干净 只是没想到栽在白反水上 一边是团队合作 权力输出 一边是各怀鬼胎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后期的甄嬛之所以地位稳固 可不就是后宫说得上话的人 几乎一边倒都占他那边了吗 可见论宫斗 甄嬛是玩得明明白白的 只有互惠互利的关系才能长远 而一直利用下属 只求用得安心的皇后 格局实在不够看 输得当真不冤 我是你的老朋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就请点个赞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